要肯定一切有情众生都有佛心 佛心就是居 特别强调这个居 无情众生都有发心 发心跟佛心是一个性 无情我们讲的是植物矿物 那么性里面一定有见闻就知 现在我们证实植物有见闻就知 矿物有见闻就知 见闻就知是自性一点的能 不生不灭 迷一了 见闻就知就变成寿祥行识 变成阿赖耶了 阿赖耶有寿祥行识 觉悟之后 寿祥行识就变成觉闻就知 寿祥行识早已 见闻就知不早已 不一样 肯定一切法 这个法就是佛经上所说 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这个力度 迷了 就是在六道里面 决定有寿祥行识 日本江本波斯做水试验 水有寿祥行识 那么在台湾 我听说一些 还有一些小朋友做试验 用水果 用植物 用米饭 用馒头 来做试验 也发现了 这试验当中 很明显地 显示出 他们有寿祥行识 他们懂得人的意思 知道你喜欢他 知道你讨厌他 他有种感受 我们肯定 自信的本能 是见闻就止 是见闻就止 那么自信的德行 就是仁慈博爱 仁慈博爱是信的 自信的本有的 所以每个宗教都讲爱 那个爱不是感情的 是智慧的 感情的爱是假的 不是真的 它会变 智慧的那个爱是永恒不变 真正明白了 搞清楚了 你一定会生出 感恩一切众生 本来 活目啊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宇宙是一团 活气 你要不活 你生病了 你有了问题了 那我们的身体 身心是一团 活气 人健康长寿 如果不活了 问题就出来了 活跃 你看他 欢喜加香 你看到这个人脸上表情的时候 如果是有烦恼忧虑 他身体一定有病 你看到他欢欢喜喜 活活活 nutri 像小孩一样 他哪里会有病 像纯阳之体 这个纯阳之体 如何能够保持到 老儿不帅 功夫 活到100岁了 还像儿童一样 那么样的天真浪漫 那么样的活泼自在 这是佛法的受用啊 是传统文化的受用啊 你真学的真是如此啊 身心清安 他没有烦恼 他没有忧虑 什么复杂问题到面前 智慧解决 记住他不是用知识 他用智慧